今天是2013年4月14日 我是高文興 為明愛倫敦學院英國華人職業全城市進行採訪 請問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李同堅 英文呢 Manda Lee Tonkin 甚麼算法 M-A-N-L-E-E-T-U-N-G-K-I-N 在哪兒出生 在香港 你家裏有甚麼家庭成員 我有爸爸媽媽 有個弟弟 有個姐姐 你在加入軍隊之前是從事甚麼職業的 我曾經在船公司做過 亦都在金融機構和在車市場做過短時間 你何時加入軍隊 1980年的6月9日 那是甚麼原因令到你加入軍隊 因為我要回到車市場 我就搭了地鐵 就經過軍隊各個鐵絲網 就看到一個從來都沒有 之後都沒有的了 的poster 就是有這樣的招聘 我就去見工 我記得當時是3月份 6月份左右 他後來就被我 招收了我 我就6月9日正式入伍 你最初加入的是屬於哪一個軍隊 或者是哪一個部門 任何的中國華籍香港的英兵 都是在HKMSC 做它的起點 那裏亦都是它的訓練部門 我不是解釋一下HKMSC HKMSC是香港軍事服務團 是一個英國部隊 在香港的一個華人的集中部門 所有中國的兵都是在那裏 做它的recruit的生涯 就是recruit 就是新兵的生涯 然後就在那裏再分派去其他部門 或者繼續留在HKMSC服務 那你之後有沒有轉過其他部門 當然有 我的部門就是轉了去Royal Club of Transport 皇家運輸兵團 即是他們俗稱叫做車隊 那你當時在部隊的職勢是做甚麼 我在他們起點的職位就是司機 我們的Ranger就是司機 簡稱叫DVR 即是Driver 那主要是運人 貨 還是怎樣 在那個年代人貨都有 其實我們是軍隊的運輸部門 那跟其他部門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車隊有一個主要的任務就是 幫軍隊解決了一大部份的 運輸上的需要 因為人 貨物 補給都需要 甚至你調防 譬如你調防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你有一個Duty 去Border Duty 去邊界防衛 那時候因為很多人是偷渡來香港 所以我們其實支援力那幫人 就是為了擴大軍事的支援力 我們不會長期停留在 和中國接壤的邊界 就會出現一個調防的情況 這些人的流通都是靠車隊 除了有少部份外判給外面的運輸公司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天入伍的時候 那一個情況是怎樣的 第一天入伍是報道給李月門 當時的training depot 訓練部門就是training depot 就是在現在的李門度假村 就是以前的李門兵房 你第一天通常都是去拿衣服、褲 通常都是拿衣服、鞋子 安置了自己住的地方 那新兵進入去 那有些甚麼訓練的 最基本就是體能訓練 紀律上的規範就是 譬如最簡單就是步操 稍後就是槍械 軍隊用的工具 一種正規的方法去用他的軍隊用的工具 你記得當時的制服是怎樣的 你們的部門 當時的制服是勇的上身 即是術衫 勇術 我記得很清楚 勇術當年原裝出來的 就是長袖的 還要好像這樣接袖 接袖就要接到上來這裏 那這些全部都是 你的教官就會教到你 很荒蕪 要他喜歡那法 他喜歡那種看頭 現在我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太短了 他一定是上來這裏 還有這個尺寸全部都是那個尺寸 褲就是一條斜褲 那些尺寸是很特別的 現在說到三十多年前 你很少看到人的褲 大腿有一個袋子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軍隊的服裝 到後來 外面全部都有了 包括剛才行過的那位先生 穿到整件這樣 有沒有特別作用的那個袋子 有 那個袋子就拿來擺你頂帽 是吧 那你們執行的時候 會不會配戴什麼的裝備 出來的 基本上就 在Chain Depot 就是沒有任何的 例如什麼叫Unit Mark 我們說英文名叫Solder Title 譬如警察有個號碼 我們以前部隊 如果還在Challin-Depal 你原本訓練身兵是沒有的 下到車隊就要吵Solder Title Solder Title就是三個英文字 剛才你們看到的那些 RCT就是那些東西 甚至有些部隊還要吵Land Yard Land Yard就是有銀雞繩這樣 這樣穿下來 尾那裡是不是有銀雞呢 應該是有的 但是我們的部隊就沒有 我們部隊只有Solder Title就是RCT 那三個字在肩膀上 那你當時那個工作的時間是怎樣的 當時我們的工作時間 是視乎軍隊的要求 你記住一件事 軍人是有少許服務的 當然軍隊會安排到你有 在非戰爭狀態 就是沒有 他會安排一個 他可以要求你晚上兩點鐘開工 因為我真的試過這樣 譬如我在文萊 我曾經調去文萊 那個教官要早上六點鐘 看到那幫學生 在森林裏面 那他要去那裡 那司機要晚上兩點半鐘起床 三點鐘就去Pick Up他 然後其他跟著那些 五點鐘左右 他已經送到那裡 那你可以說那個時間是怎樣的 你是那個Starting工作的起點 就是那天早上兩點半鐘 你就要起床了 那在飲食各方面呢 飲食方面基本上 如果你是中國 你說籍人一齊一堆 那你就吃中國的東西 那如果你有機會去到Stanley Fort 去到赤柱兵房那些 人家是other unit 人家是外國部隊的 那你去到吃他的 那一定是吃外國的東西 那在軍營裏面的個人衛生情況是怎樣的 那你這個問題是非常廣泛的 軍隊是要求你好 那個high戰是要求很高的 除了個人衛生之外 就是關乎於其他 到時候又要打針 又要… 你說那個個人衛生 其實個人衛生是包括很多東西 包括medical care都是 是不是 他會到時候叫你去見牙官 就是牙醫 到時候要打霍亂針 到時候叫你打什麼傷寒 總之有什麼就打什麼 總之他會有一個行政 三條查就安排你 到時候就去做這個 做那個做 是很全面的 真的很全面的 因為我本身我媽媽都是個護士 我從小到大都吃很多藥 但是到了軍隊之後 就更多了 因為原來軍隊真是無微不至 那在軍營裏面 有沒有一些娛樂的設施給軍人 有 有 泳池啊 足球場啊 尖啊 羽毛球啊 足球場啊 籃球場 幾乎你說得出 其實是 如果假使你和今天那些所謂高尚 豪宅 又說自己有私人俱樂部 浪費 以前我們軍隊什麼都有 連自己的超級市場 都有 我們有個超級市場叫做 LAFE LAFE就是 Navy Army Air Force Institution 即是三軍合作社 即什麼都可以買的 即基本上生活的東西都有 你記得當時你去重軍的時候 你的身金是多少錢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1750元 是多少年 1980年 還有我們第一次出糧 我記得我們早期出糧 還是要出cash的 還是官出給你的 還要你的口裡頭說的那句話 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就是pay and pay book correction 接著簽名 即是說我給你一份糧單 你看了是對的 你收了1750元 麻煩你簽一個名字 就是告訴我警察 我簽的東西和我收到的是correct 那到什麼時候就已經不再收cash 以及用什麼 都是入戶口 收了人工之後 你通常你或者你的同事 通常怎樣去花費你的薪金 其實那時候一個星期是有 好像有 我忘記了是五日工作還是六日工作 你其實都是大部分時間 都是吃阿爺的 其實花費就是星期日出去 買一些日用品 這樣回去 其實當時沒有現在 沒有現在買智能手機玩遊戲 沒有那些 是那個年代 根本 你從本那麼久 你那時候有沒有發生一些很大的事件 或者很嚴重的騷戀 沒有 唯一值得可以提的就是 最近期 Deksa不是過了新的 Deksa來香港訪問的時候 我曾經是她的十字車司機 不過都是stand by 只能看到她在直升機上降落 這樣 那有沒有其他 你聽過你的同僚 或者前輩 講過一些關於戰爭 動亂 當時 在80年代 英國本土 還有 英國那邊還有北愛 還有在我82年當兵 82年 好像這個季節 現在這個季節 就是有福哈蘭 但是也不關我們的事 因為這麼遠 是不是 當時 我們那些外籍軍官都很緊張那件事 但是那場戰爭 很快很快就完結 你在服役的時候 有沒有曾經受過傷 跑步會跌倒一下 都是一些小問題 都不會是很大的問題 那你從軍那麼久 有沒有很難忘的經驗 難忘的經驗 我想就是 我是很早離開軍道 我們那時候是四年一個合約 我做完四年之後 就再簽了一個合約 但是我到六年的時候 就resign了 那時候叫做buy out 就是給錢走 因為我六年走 是要給他一千多元 但是那時候我走 差不多五千元人工 那為什麼你又會選擇 辭職 就是不做難 因為我覺得 我在那裡的未來發展 一般 我會選擇 我把幾戰後 都會選擇 很難忘的 但是我自己去選擇 其實如果要求 我去選擇 你去選擇 我選擇 一選擇 你去選擇 你去選擇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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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在外面賺的錢 多於這裏 你在這六年從軍的生涯 有沒有去過其他地方 有 文萊 是做些甚麼的 文萊不是detouch給我們 當時英國部隊在遠東區 還有一間森林作戰訓練學校在文萊 他長期都是要有支援的服務 譬如司機一種 那時候我們一去就去 一個 phase是去過半月 大概是兩年多就去一次 你退任的時候 你的軍階是甚麼 Driver 一級司機 那你其實在這六年有受過懲罰的嗎 那些是很輕微的事情 譬如交通意外 就給老闆罰錢 其實你說那些這樣叫懲罰 都可以說是 經驗不夠 就是如果人家 如果在那單 因為我其實呢 因為我是做司機的 因為我在車隊 經常會撞到有交通意外 其實我試過是被人罰過 但我也試過在accident裡頭 我是對的 我不用被人罰 剛才你說罰錢 是否就是扣你的人工 是啊 那你在當兵期間 有沒有覺得受到歧視 或者聽聞有歧視的事件 我覺得歧視這件事 在那個年代已經少了很多 不是沒有 我記得我當兵的時候 英國人都有歧視中國人 不過裏面有很多問題 有人跟他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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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是外國人 因為歧視中國人 就被上級 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下星期上飛機 那就是扔他回去 你知道扔他回去 其實他是很慘的 因為他來香港 是出兩三倍糧 他回去就是叫自己的荷包 和自己的荷包作對 其實這個歧視是有 但是已經是比較受控制 你當時的上司是華人還是新人 我們部門的老闆是外國 或者部門去談教的 某些位置都是外國人 他們對下屬的態度 或者他那樣是怎樣的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今時今日 我們還有很多老闆 到時到後會回來香港見面 他們其實很懷念香港 那你有沒有一些座右銘 或者一些工作的隔離 工作隔離 因為我現在還是在大陸和香港兩邊走 軍隊有一句話叫做 那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大陸的交通是亂七八糟 它是沒有規矩的 亂七八糟 All-Round-Defense 是很適合的 其實All-Round-Defense 這個字 是軍隊裡面告訴你 你要留意你身邊所有的 突然間會發生的危機 那其實是很適合的 那在這六年裏面 你有沒有記得有些特別的人 是對於你有很重大的影響的 基本上都是以前的 上司下屬的關係 那你可以說 譬如教你出來的那個 你永遠都是李師傅 他都是李師傅 始終就是 我們很奇怪 因為我們當兵 有很多年紀差不多 甚至到可能 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 他做教官 他的年紀比你還小 因為他當兵做 始終都有一種 一日為師 永遠都是 有一種尊敬他 那你當兵的時候 你和你家人的關係 怎麼樣 和我家人的關係 OK 沒有問題 不會影響到 和你家人的關係 嗯 沒有什麼影響 只是視乎你自己怎麼去看 因為很多人眼中 就始終覺得你穿制服 不是很正規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個是隨著 這個時代思想的改變都不是 是不是 沒有什麼的 其實照鏡來說 最重要是你自己在不在乎 人家怎麼看 還有你是否真的做一些得罪人 或者處理得不好的問題 我沒有啊 我覺得 你沒有做過人之後 你從事什麼事 物流 你會否記得當天你退悟那天的情況是怎樣 不記得了 我們是出了命令 應該說是我們部隊的官是批准了你做 他就告訴你你在哪一天 after duty 之後你就可以退役了 那你就要去做有關 退回所有的衣服啊 某些東西給他 那你退役之後就轉了去做物流 那你在找工作的時候 你那些 沒有 我跟你說 其實我是 我自從做完這份工作之後都沒有打過工 我是自顧 那有段時候我自己真的有幾個夥計 其實我要強調一點就是 我們那個部隊叫 Royal Corps of Transport 很簡單 就是運輸部門 其實這個部門在我離開了軍隊幾年之後 就改了一個名字 軍隊重組 就叫做Royal Logistics Corps RLC 當時在Logistics這個詞 我去找字典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物流來的 那其實你退悟之後 你需要調整一下你自己去適應做軍人的生活嗎 不需要 因為 絕對不需要 因為 尤其是在香港當兵 他基本上 你和家很close 如果你在英國那些 反而你可能要長期住在Camp 到放假你就回家 我們那個時候 是可以慢慢回家 甚至到呢 我走去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不再給我房子住了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單身 那他 他不給我房子住 那就是扔我回家 叫我回家住 那我就很 其中一個走的原因就是這樣 好 如果要你總結一下 你從軍的生涯 你會怎樣形容 是非常有用 如果你看到今天我們的年輕人 他真的很需要一個這樣的 在年輕的時候有這樣的訓練 如果有這樣的訓練 對於未來 他的發展 無論是人際關係 在個人的技術 對很多事情的認知 都很有幫助 軍隊是比較 對小孩 管得嚴重一點 他覺得你不對勁 因為你要明白 兵 是不同於警察的 警察呢 是反映的 兵 身體是國家的財產 如果你 喝多一點點 alcohol 影響到身體 你都會被人告的 因為你毀壞國家的財產 所以他那個管制 他對年輕人 是一種管制的 你剛才說的 對於酒精的控制 酒精是很簡單的 酒精是很簡單的 已經是最簡單的 甚至都 譬如你再生日少少 譬如你吃毒品 現在所謂的冰 那些東西 或者吃些什麼K仔 那些之類的軟性毒品 軍隊是會管得比較嚴 就是對這些東西 那其實這個訪問都差不多 是 你聽我有沒有一些問題 是留了或者 你還想補充一下 沒有沒有 OK 那多謝你先 多謝你